黄杰夫之所以能开成这个会 能够参加这个会 而且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能开成这个组织这个会 因为背后有一个三角利益的 这个犯罪这个链条在后面 这个一方三角 这个一方就是中共的活在医生 和活在组织 以及背后的江派 这个是这个清楚 这个是一方 另外一方实际上就是 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这个当然是由这个西方的专家教授 这些人组成的 但是我们知道 现任的会长和前任的会长 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 跟中国的活在医生 和活在这个医院 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所以这个组织本身 这是一头 它这个是有这个密切的利益关系的 再有一个就是西方的制药商 也就是赞助商 这个西方的赞助商 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个在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 它有三个主要的赞助商 三个主要赞助商 一个是瑞士的罗子公司 再有一个是日本的安斯泰莱公司 还有法国的赛诺菲公司 这个三个公司 实际上是给了他的资助 是吧 那么这次会议的组织者 主办方 当然表面上是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但是这个主要他们钱哪里来的 那就是这个三个西方的主要的赞助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瑞士的这个叫洛华公司 是吧 还有一些大小的这个制作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 他就给了他们钱 所以他们能够组织 这个三方就组成了一个利益关系 而且这些公司啊 是在中国啊 是透过各种形式来资助 这个各种所谓的器官移植的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里面提出了论文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论据啊 这些东西 很多的共体 是吧 都是来自于法轮功学院 所以说他们是这些西方的公司 赞助商 是参与了 这个江派 还有黄介夫 他们这个活摘法轮功学院 这个罪行的 他们互相是有利益的 这个血债的关系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然后呢 这一次 是吧 那么组织这个会议呢 就是由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来举行的 那么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就用了这些赞助商的钱 那么这个赞助商又跟中共的这个 这个活摘医生和组织有关系 那么这些 这个大会呢 就邀请黄介夫他们来参加 是吧 让他们宣读论文 让他们来 漂白 这个活摘器官的罪行 是吧 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 为这个活摘器官 辩护 掩盖 是吧 还有这个这个关系 这里面有很深的利益关系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是吧 当然 习近平是看到这个阴谋的